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第三节课,Python的基本数据类型讲解 Python呢,它有一个概念叫做一切皆为对象 其实呢,我们的现实当中的事物呢,也皆可以理解为对象 比如说这个自行车啊,这个我们在Python的这个特性讲解里面 有拿这个自行车做例子啊 我们将这个自行车的一些元件拆解下来 比如说像手刹,轮胎,脚踏板 这些呢,都是我们自行车的属性啊 但是呢,我们不需要直接去操纵这个自行车的属性 我们只需要掌握如何去操纵这个自行车属性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只要掌握了如何前进啊 如何停止,还有如何扭转这个龙头啊,控制方向 这些呢,也就是这个自行车这个对象啊 提供给我们一些现成的方法 我们只要使用这些方法,也就可以掌握了如何去使用这个自行车的对象了啊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对象的两种啊 就是两种的一个方式 对象呢,它不一定是像是自行车的这种有实体的啊 一个实际内容啊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呢,将一些抽象的东西啊 就就将一些事物呢,把它抽象出来 抽象出来的呢,它也可以成为对象啊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现实里面这些东西 比如说像自行车啊,这些啊 像我们的香烟啊,笔记本 这些都是一个现实中你可以看到的东西 还有一些无形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啊,恋爱,是不是 恋爱这个东西呢,我们 当然我们是有何人来恋爱的,是不是 但是呢,我们这个恋爱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啊 就我们要将它抽象出来,撞出来呢,然后总结这个恋爱的本质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对象呢,总结出来了啊 比如说啊,就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那个恋爱,我们可以先分解一下 有哪几种恋爱啊 比如说我们有啊,男人与女人的恋爱啊 还有呢,男人与男人的恋爱啊 然后呢,女人与女人的恋爱啊 这是我们人类的恋爱啊 那个人寿就算了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制定一个啊 男人与女人的一个恋爱对象啊 这个对象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这个行为抽象出来的啊 然后呢,我们来写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例子 是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对象是如何把它抽象出来的一个小例子啊 大家看一看就好 恋爱对象啊 首先呢,他肯定是有一个属性的啊 最基本的一个属性啊 男人啊 女人啊 他有这个最基本的属性 他不能是男人和男人 也不可能是男人和女人啊 女人和女人 否则呢 如果说啊,这个对象建立成功以后 然后呢,我们把女人和女人呢 放进来 那他就判断错误啊 就不让你适应这个对象 因为我们是制定的是男人和女人的对象啊 然后我们来制定一个方法啊 方法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一见钟情啊 这个是一个方法 然后呢,这个方法里面呢 那我们就得判断了 比如说判断这个男人啊 这个女人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属性里面的这些男人和女人呢 他们也是对象啊 如果在拍照里面 一切皆为对象 你看到的任何的 不管是变量还是什么 只要是他们是写出来的啊 那他们都是对象 所以说大家要仅仅记住这一点 然后呢,一见钟情这个方法啊 一见钟情这个方法 那我们就得去判断啊 男人或者女人 或者女人 具有啊 这样写的清楚点 判断男人对象或者女人对象 具有哪些啊 属性啊 或者是啊 同时具有啊 哪些属性啊 比如说啊 可能是说要要求这个男人 他要有一个啊 高大威猛的属性 如果没有高大威猛的属性呢 那他要有其他的属性啊 或者说两人都同时拥有了这个眼 眼睛坏掉了的一个属性啊 就是王八对绿豆嘛 就是对上眼了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啊 这个一见钟情这个方法呢 他里面呢 他其实他调用的呢 还是属性 他是根据你这些基本属性啊 来做这个 把这个方法调和在一起 就像我们这个自行车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轮胎啊 你没有这些手刹车 那你这个方法也就无从而来了 是不是 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了 就是说一些方法 它是必须是要由这个属性来作为一个必备条件 否则的话呢 它也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实际操作的方法啊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当然了 还有一些抽象性 更抽象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后面去继续讲 大家也就明白了 现在的这个对象啊 对象就是说从现实生活中 把一些具体的事例给抽象 总结出来啊 把它的规律啊 总结出来 然后呢 再把这些事情揉合在一起 让它变成一个整体 它是符合逻辑的 而且呢 它是可以被实际运用的 这个就是一个对象啊 接下来我们回到Python啊 Python呢 它是一门编程的语言 而编程呢 大部分时候我们是在操纵数据啊 操作它 修改 删除 添加 然后呢 这个数据呢 就得回到这个数据类型了啊 就得讲到这个数据类型 我呢 这里已经啊 进了虚拟机了 这个昨天的教程里面 已经讲到如何 安装这个Ubuntu啊 进入这个虚拟机 然后呢 我这里有两个负值啊 这个负值呢 等号右边的 等号右边呢 就是所谓的数据 我们呢 先来讲讲这个数据的这个 组成部分 也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啊 大家要了解一下 然后呢 数据啊 我们以这个1 这个整形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例子 它呢 它是有一个身份啊 类型 值啊 这个是一个数据的 数据类型的一个组组成部分啊 它的身份是什么呢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代表它的一个唯一的标识符啊 就类似于像内存里面站的那个位置呢啊 咱们就从这个标识符里面去找到它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派上的一个方法啊 用id这个方法来找到它的一个标识符啊 比如说啊 这就是一个长整数 一个标识符 然后呢 每一个啊 变量的一个标识符呢啊 每一个数据的标识符呢 它都是不一样的啊 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标识符 然后呢 它在派上里面啊 基本上也是 呃 你也不可以去调用这个标识符啊 所以说 基本上看一看就可以了 知道有这个概念 这是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身份 就跟你的身份证号码一样啊 接下来呢 就是它的这个数据的类型了啊 数据类型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type啊 type我们昨天有讲过 type呢 来查看 每一个这个数据的数据类型啊 咱们的变量呢 引用了这个数据啊 数据对象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查询这个变量啊 然后呢 找到这个变量引用的数据对象的数据类型啊 它这是一个整形 然后呢 我们假设是复制一个啊 这样一个数据 然后呢 它就是一个啊 字符串的一个类型 接下来呢 就是它的值了啊 这个值呢 像我们这边用1这个做比方啊 这个值呢 也就是1了啊 然后呢 每一个数据类型呢啊 它得存它相应数据类型的值 这点是大家需要知道的 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 STR它是一个 嗯 字符串的数据类型 所以呢 我们里面也只能存数字符串啊 当然了 这是Python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机制 我们只要了解它的组成部分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在这个Python核心变成里面啊 它有一个比较傲娇的结论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说 它拿这个Python呢 和C做比较啊 因为C里没有指针嘛 然后呢 它就下了一个定论 就是说Python里的一切都是指针啊 所以 咱们就不用再考虑这个指针这个问题了 大家只要记住这一句话 现在也不用太去弄懂这个意思啊 只要搞懂引用 然后呢 记住这句话 以后的话 慢慢也就知道了啊 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讲一讲这个 常用的基本数据类型了啊 Python里面的 当然呢 数据类型它不止这么多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直接查一查资料啊 我这里就讲一些最常见的 像整形 我们刚刚已经做复值的时候 已经用到过了啊 也就是数字啊 然后呢 像这个波值 波值呢 它就是一个真或假的一个啊 一个概念 真啊 true 假的 force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就说这个单词啊 第一个字母啊 得大写 不能小写 这个Python呢 它是大小写敏感的 比如说我们来做个例子啊 我们呢 将这个波尔值 复制给一个变量啊 它这边就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没有define的啊 然后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t大写啊 这个一定要记住 然后呢 它就是一个 波尔值了 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 类型啊 它就是一个波尔值的类型啊 它的值呢 啊 就是一个tue啊 然后呢 它的那个id呢 啊 它的唯一标识符呢 我们就用id来做啊 我们看一看 哎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id 当然大家就不用太管这个id到底是多少啊 因为很少用到了 然后呢 字符串 这个东西我们已经 之前讲过 这里再仔细讲一下啊 字符串呢 字符串 就是用两个啊 双引号框起来了啊 它这个东西里面的就是叫做字符串了啊 然后呢 这个字符串呢 它同时也成为一个序列啊 序列是什么呢 我等会会仔细跟大家讲啊 再往下走的这些呢 它也是一些基本的数据结构啊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会在这个后面 会在后面的课里面去讲 把这些讲清楚啊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这些基本的数据类型呢 它有啊 两种机制 一个是可变的啊 一个是不可变的 这里面呢 不可变的类型里面呢 就这个整形 字符串啊 还有这个圆主 什么叫做不可变的呢 哎 我们来讲一讲 比如说啊 我们将这个一个啊 一个整形啊 复制给这个一个变量啊 然后呢 假设你要去修改这个变量呢 那你呢 是不可以修改的 比如说啊 我想把这个等号右边的这个变量啊 这个数据对象呢 改成啊 5 这是不可以修改的 除非你创造一个新的对象 有的同学可能就想了 那我a等于5啊 我a等于5 我不就是改了吗 这里一定要记住了啊 你a等于5呢 只不过是将啊 4的这个引用呢 啊 转换到了5的引用 也就是说呢 a呢 原来是引用4的啊 在这里面 后来呢 这个a呢 就引用5了啊 它并不是说 你这个 这 等号的 右边的这个数据对象呢 啊 被更改了啊 只是换了一个引用 这点要记住了 嗯 然后呢 字符串呢 它也是一样的啊 字符串 比如说啊 a等于这个啊 哈哈哈哈啊 这个字符串呢 假设呢 你呢 换了一个字符串啊 哈一啊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其实并不是你这个等号的 右边的这个字符串呢 更改了 而只是这个前面的变量的 也就是等号左边的这个a 这个变量的啊 更换了一个引用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概念上的问题啊 概念上有错误的话呢 以后写程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一个不可变类型 也就是这个tufo啊 就是我们这个pathon里面的一个原主啊 叫原主 原主怎么写呢 就是这个啊 这里我已经写好了啊 这个组我写错了 这变成原主天尊了啊 原主啊 这个原主呢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写法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a等于啊 两个小括号啊 然后呢中间呢 跟数字啊 跟跟数字对象啊 都可以 只要是对象就可以啊 数据对象 嗯 然后呢 啊 中间又斗号风格啊 这一点 它也是个存储的一个结构啊 然后呢 这个原主呢 你生成以后 你也是不可以去更改的 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和另外一个啊 就是可变的类型来做这个比较了 比如说啊 我们呢 生成一个列表啊 我们 我们随便生成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呢 其实结构上面 写法上面和这个tufo很像啊 和原主挺像 它呢 只不过把夸号改成了这个中夸号了啊 中间也是用逗号风格 然后呢 把这些对象呢 就是存储在里面啊 方便调用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列表呢 这个列表 它是一个可变对象 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有一个id这个东西啊 这个id是来看这个 数据对象啊 它的一个唯一标识符 这个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 整形 我们来看它的唯一标识符 是不是有变啊 比如说 嗯 我们就现在重新定义一个变量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它的唯一标识符 它现在的标识符呢 是啊 是这个 我们来更改啊 我们把它的引用换一下啊 换一个 大家已经清楚了这个概念了啊 也就是说呢 并不是说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呢 这个id标识符啊 它已经变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可以看得出来 并不是呢 啊 这个 等号 右边的这个 支付串对象啊 更改了值 如果它只是它自己更改了值呢 那它在这个唯一标识符里面 它肯定是一样的 是不是 那就是同一个引用了 但不是同一个引用 它是换了一个引用啊 那我们呢 再拿这个 可变类型啊 可变类型你们这个list啊 来做比较啊 比如说呢 嗯 我们先新增一个list 123啊 就给它定一个数字串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它的唯一标识符 它的唯一标识符呢 是这个啊 大家看清楚 然后呢 我往它里面加一个东西 在它的梦尾呢 加上一个4 它现在呢 它是变成了123 4了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唯一标识符是多少 大家对比一下啊 对比一下这个 这两串唯一标识符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可变的类型 它是可以在自己呢 可以对自己进行修改 然后呢 但是这个字符串呢 或者说这个int呢 还有呢 就是这个圆祖 它都是一个不可变的类型 也就是说呢 你不可以自己对自己进行修改 你只有新增一个数据对象 才能改变这个值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讲一些概念了啊 首先呢 我们刚刚已经明确了这个引用啊 引用到底是什么啊 也就是说呢 变量啊 负值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边的所有的这个等号啊 这些都是负值 这些负值呢 皆为引用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然后呢 我接下来要重点将这个动态性啊 与动态类型 它为何不在动态 这是一个小例子啊 也算是一个基础应用了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这个Python呢 它是一个动态性的语言吧 比如说我们将这个啊 整形这个4啊 这个4负值给这个变量A 那A呢 这个会因为它是被整形4负值的 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整形的一个啊 数据类型 它不会像C一样 你得先确定这个变量A啊 它到底是哪个类型啊 然后呢 它才可以去存它定义的那个类型啊 它是个动态类型 但是我现在要讲一讲 就是说动态类型啊 它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啊 我们呢 现在定义一个啊 一个字符串啊 比如说这个字符串里面呢 包含了一些数字啊 数字 但是呢 它呢 当它被定义以后啊 它现在是一个字符串的类型 但是呢 假设它被定义以后 它就不能再进行一个更改了 也就是说 它上失了一个动态性啊 上失了一个动态性 比如啊 比如说我们 用A加1啊 A加1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边就讲一个类型错误了 是不是 它呢 不会因为你这里面是数字啊 然后呢 当它这个A加1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的是 1234加1 变成1235 它呢 这个东西 它是不会给你动态转换的 所以说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当你类型 不同的数据类型 进行一个合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清楚 这两个类型之间的关系啊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类型 比如说 像我们刚刚的这个 A加1啊 我们呢 就必须要进行一个类型转换了啊 我们必须要先将这个 A呢 这个字符串的 转换成一个啊 整形啊 我们再给它加上来 这样的话就能加了啊 然后呢 这里面啊 假设我们的A呢 不是1234啊 我们变成1234啊 CCCCC啊 这里面还有了一些这个字符串了 是不是 这个C的话是字母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一加啊 看一看 哎 它呢 又不让你加了 我们把这个 这里面的结果的错误 再仔细拿出来啊 也就是说 当这个A呢 等于1234 CCCC的时候呢 再给它拿下来 拿下来 然后呢 它呢 是不能进行一个啊 类型转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里面啊 有一个这个字母 它不是一个纯的数字啊 所以说 它是不能进行类型转换的 这和其他的语言不太一样啊 比如说像PHP里面 不管你这个字符串啊 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只要转换 它就给你强行的 会给你转换成0啊 假设你里面有字母的话 就给你强行转换成0 然后呢 假设你里面是那个数字的话呢 它就给你转换成一个纯数字啊 这个是不同的一个语言的一些特点啊 这里大家要记住了 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布尔值啊 这个布尔值呢 是常常会用到的一个判断啊 比如说一个事情 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 我们就往下面运行 是假的 我们就把它否定了啊 就不运行了 它这个布尔值呢 它有时候呢 是根据一个表达式啊 一些表达式的结果呢 它就是一个布尔值 比如说我之前在Python特性里面 有写过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语句 比如说 print啊 1等于1啊 咱们看一看 它就会返回一个布尔值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Python里面啊 这个比较的这个操作符 今天就提前讲一讲 这比较操作符呢 也就是两个等号 大家记住啊 一个等号是负值 两个等号呢 是比较啊 没有三个等号啊 Python里 呃 你看这个 他们呢 虽然里面的值啊 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类型不同啊 他们的值都是1 但是呢 类型呢 一个是字符串啊 一个是数字 所以说他们是会返回一个force的一个布尔值啊 布尔值呢 有时候也可以这样用啊 布尔值同时也有个这样的函数啊 我们可以看一看 比如说啊 1等于1啊 你看 这个布尔值 它这个方法呢 也可以这样去判断 大家有时候 比如说 想得到一个啊 结果啊 比如说像这样啊 A等于布尔啊 1等于1啊 这样呢 这个A呢 也也就是你后面的表达式的一个结果了 可以随便拿到程序里面去用啊 就不用像我们这个print一样啊 要print出来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变量里面啊 这变量引用了这个布尔值的这个结果啊 然后呢 这个布尔值讲完了以后 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大家也希望大家能这个吸收一下 能引申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个讲数据类型 讲数据结构呢 我就希望不要讲的太快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切的基础的基础啊 我也给大家 一边讲这个的时候呢 一边讲一些小小东西 小玩意儿啊 也方便大家以后在实际操作里面的话 不会没了头脑啊 好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